我是王仁瑤 現在在上海的新天地 這裡是永豐魚他們所直營的GREEN and SAFE 這個餐廳呢 其實是上次我去參加合一餐的記者會 他叫我去上海定要來的地方 我不知道上海人喜不喜歡吃永雞 可是呢 因為現代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東西看到了這個四種生菜 沙拉 看到這四種沙拉 都很油 味道都做得很重 而且呢 有真材實料 看到的是泥斯沙拉 然後呢就是 番茄意大利麵沙拉 辛沙 然後這道很好吃 這道全部都是蔬菜 而且蔬菜都煮得蠻軟的 而且他都吸了一些油醋 還有香料的味道 這個大家一定相信 這個是菠菜 如果在台灣把菠菜飯得那麼油 好不好 大家要退菜 這個是兩個開胃菜 一個是雲南南風土做的甜點 另外一個呢是鞍醇蛋跟42個月的伊比利火腿 大家在這裡玩耍 果汁都喝得差不多了 可以吃了嗎 可以可以 果汁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水果汁 一個是小麥草 他們其實都經過特調 而且呢還上了熱紅酒 熱紅酒很有趣喔 熱紅酒好好吃 而且呢尤其是在這個季節呢 因為有一點冷 其實呢這個整個餐廳呢 它的設計概念像骨湯 我們大家看一下 像骨湯一樣的概念 其實骨湯概念在台灣也有 可是呢這裡呢 更高 更高高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 是二樓吧 二樓的一個區域 我大家看一下這二樓區域 好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有一整排 大家要看一下它的環境 很高高對不對 只有兩層喔 有沒有 這裡呢有300多個位置 每一天都客滿 週休假日的時候呢 還要等 等 一個多小時才有位置 看到這個高高高 這個是真正的火腿 這其實並不是假火腿 因為在一進門來的時候呢 有一些假火腿做裝飾 我在下樓梯喔 所以有點手動 先這樣大家看一下全體 好 看完整體 最後呢 大家知道呢 在台灣有多物魚 他們自己所開的 Green and Safe 他們也有合併食材 酒區 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也有合併食材 這是合併的是 蔬菜或者是乾貨 剛剛其實在吃的這個 泥絲沙拉呢 他們就有強調 泥絲沙拉上面的這個鮪魚 是他們自己的鮪魚罐頭所做的 看一下食材 那就是我們剛剛吃的這幾種沙拉 直接從這裡吃 我好愛這個沙拉喔 原來這個沙拉的名字叫做 地中海蔬菜蠣忍沙拉 在中國大陸沙拉三層色拉 這都是醬汁醬料 大家已經看到這其實是冷菜區嗎 剛剛帶你進來的地方呢 其實有經過熱菜區 你看這是冷櫥 有沒有很有風格 最近應該是甜點跟飲料 沒有錯 這一整排是啤酒 給大家看一下 啤酒啤酒啤酒 開心有沒有 好 再讓大家看一下前景 這個呢 這一整排都是廚房 第一個是披薩 你看喔 他做的好好玩喔 這就是一個木房子的感覺 讓師傅在裡面做菜 這個是披薩 這個是烘焙 這也是披薩 有沒有 現場現做 好 好 再來呢 這一區 你看這一區就是這個 這牛鬼師傅也有這種這種烤爐 有沒有 有鐵鏈的這種烤爐 可以做烤牛排 羊排 然後這裡就是啊 就是這樣子的啊 哈囉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們都跑到這裡來了 對 我來亮給你們了 你們都不知會 不通知 這個是在台灣認識的師傅 大家都在這裡出現 師傅 可以 師傅 然後他們最有名的是烤雞 烤雞等一下也會給大家看到 好 接下來這區 你看他的廚房 你知道有趣的是 你知道他合併了食材區 就是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的 有很多食材呢 其實是有機 我一定要走這一區 因為呢 剛剛呢 大家在吃的時候 有看到有一個開胃點心 這個開胃點心 是黑松露 黑松露味道其實還蠻濃郁的 這是來自 雲南 雲南的野生黑松露 有沒有 對 還有來自安徽的 土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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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雞蛋都有 其實有一些風格 跟台灣的很像 因為台灣也有 GREEN & SAFE 就是 有風 有風雨他們的 他們公司的 我要給大家看這一區 我其實一進來的時候 這個小姐 就好熱情 你知道 再剝柚子給我吃 我也偷吃了一個柚子 這外面其實有一個蔬菜區 提示金鐘朋友 他們以500克為單位 是因為 中國大陸 一斤 不是600 一斤是500 所以慢慢掃 也讓大家可以看一下價錢 也可以看一下品種 今天是禮拜幾 今天好像不是週夏假日 可是沒有想到生意居然這麼好 我來的時候就已經全客買 給大家看一下 在上海新天地 永鋒魚的 GREEN & SAFE餐廳 其實它的主菜是烤雞 大家都還沒有看到 我給大家看一下新天地 因為我新天地的都是晚上來 我已經從來沒有白天來過新天地 所以這也算是我的第一次 新天地 亮亮新天地之旅 我都以為新天地只有晚上才開了 我是王潤雅 拜拜